不管是美味的烧烤牛肩胛肉 还是现切生鱼片 现包手卷 或是新鲜现烫的牛肉汤 通通让你吃到饱 在疫情趋缓 降级解封后 拥有无敌海景的 基隆知名五星饭店 自助餐重新开放内用 开放的第一个周末假日 就吸引不少滔客回笼 在基隆港区美景相伴下 享受多国美味料理 就是觉得 因为在顶楼吃巴菲 然后吃饭看风景心情都会很好 我觉得就是这个餐厅 这里就是景色 景色很好 然后我也喜欢这里的餐点 为了做好防疫工作 饭店方面除了用餐区 设置隔板并采梅花座 取餐区也改为中岛市 并由服务人员夹菜 给消费者减少接触感染 开放日期更限缩为 周末日及连续假期 同时采预约模式 以降低群聚感染 在以往呢 我们的餐台其实是开放式 让客人可以自由进出使用 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一个封闭 然后请我们的服务人员 站在中岛的内侧 然后在里面呢 夹取各样的餐点给客人 那让客人在整个餐台外面 做一个循环式的走动 我们就以一个社交距离的保持 然后来做一个循环式走动 来夹取餐点 那这样子客人也会比较符合 他就刚好走向他喜欢的菜色 那也符合这样子的动线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舒适 安全的环境里面 一边看着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料理 那一边也可以做很舒服的享用 目前呢平日的用餐客人 还是以人数上还是以套餐 来做一个主要的订餐需求 那我们在接近周末 像周五周六周日 那甚至是连续假日 像中秋节连续假日 我们会开放自助餐的定位 饭店业者完善的防疫措施 也让用餐的消费者相当安心 像我们过来吃东西 其实我们也几乎不会碰到 公用的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对你 反而是你们比较辛苦一点 没有变得你们的服务人们 都要帮忙弄菜给大家 就是我觉得这个餐厅的防疫 做得特别好 对因为现在疫情嘛 就是外出用餐 现在最在乎就过 我自己是很在乎防疫做得好好 就是防疫做得好 用餐才觉得比较安心 我觉得防疫做得很全面 就是做上隔板 然后取餐的话 就是服务人员会帮忙 然后其他旁边制作轮盆 就是也有提供手套 就是然后门口也有酒精 就是非常的完善 为了应应即将来临的中秋 连续假期 饭店业者也加入串烧等应景食材 目前预定客数已经超过四成 想要在中秋假节 与家人共享澎湃Buffet 手脚可得加快 记者张umpy腿 记者张旗潼 金融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